中国的空间站目前正在建设过程当中 预计到2022年前后要建成中国的空间站 在中国载燃航力工程或空间的建设过程当中 我们先后与俄罗斯 德国 法国 以及欧空局等多个国家和组织 开展了载燃空间探测方面的合作 那么后续我们希望在空间的建设过程当中 希望在设备研制 空间应用 航天员培训 航天医学 方面开展国际合作的交流 特别是在2018年5月份 联合国外公委同中国政府一起向对话宣布 我们邀请世界各国进行参与利用中国的空间站 来开展舱内外搭载的相关的科学实验工作 这些工作我们正在有利进 这个正常进行过程当中 我们也欢迎各国有这方面意愿的科学家们 参与中国空间站的一些实验工作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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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